传载400家号作者 护球出现C罗离开以后 到底谁结巴黄马7号 答案如今揭晓了 据可信度较高的西梅科被电台透露 刚刚一2200万欧回归黄马的前锋马里亚洛 将会接过C罗留下的7号 或许这出乎所有人的意料 C罗效力黄马9年时间 出炒438次打进次武林球 还有130次入攻 是黄马队史头号射手 同时C罗为黄马赢得4座欧冠军 实现了一次三连把 加上戏甲 国王杯和式具杯等荣誉 一共为黄马摘得15项冠军 绝对是历史级别的存在 因此 接班C罗是兼具的任务 接班他的7号球衣同样如此 此前有报道称阿瑟西奥是7号大热门 但因为他已经在西甲有过出场记录 所以本赛季无法更换号码 但没想到玛里亚洛刚刚回归 就成为了新的黄马7号 玛里亚洛出身于黄马青逊 上赛季以8百万加莫里亚 出场45次打进21球 数据和效率都不错 不过他在黄马的履历就乏善可乘 16到17赛季也只有8次登场 留下一个进球和一次助攻 无论从表现和历史地位而言 都不是C罗理想的接班人 黄马的7号意义非凡 除了C罗之外 还有老尔 华尼图和布特拉格诺 几位民宿也穿过 但现在交给玛里亚洛 堪称是20多年来星光最暗淡的黄马7号 而且 玛里亚洛新赛季只是黄马替补 他穿起7号就不得不被拿来和C罗比较 对他的压力是很大的 所以老佛爷让玛里亚洛接到7号 堪称是一打荒招 很可能得不小事